我最后何时件事 你们家狗是不是咬过它 我们家狗确实是咬过它 因为这家是它是来我们家 然后我这是 它开门的时候 我这是跟狗玩呢 我无意间开玩笑 跟它说 我说你要是再对我不好 我就让狗咬你 我就开玩笑说的 它就不信 它说到狗玩去了 然后狗急了 它咬了它一下 只想到它一咬 它说你说身为女朋友 不能这么说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又不是有意 让狗去咬你去 但是你也不能去 打疫苗的时候 让我掏这钱吗 再是男女朋友 你有必要跟我算这么亲吗 那我不是气急了吗 你说哪有女朋友 让狗咬男朋友 但你也不能 又是打疫苗钱 又是营养费什么的 还收营养费呢 急嘞 我为什么最后才核实 或者问这件事呢 我就想告诉女孩 一个道理 就如果你爱的人 你都不够尊重他 那在你的周围 是没有人会尊重他的 他最后就会按你想象的 一个方式 一直下滑下去 说白了 他就按你想象的那样 把自己塑造成那样 所以你们俩 是不是适合 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 劝阻一个人 爱另一个人 或者你去劝阻一个人 不爱一个人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合适 何必耽误那么好的 大好青春呢 拖的时间越久 人家越黏着你了 剩下的事你们自己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打开军乐堡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请开箱 行 可以 你们俩这日子过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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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盆吧 这是您用的那脸盆 对 就可能说这个脸盆 对于我来说有点故事 我就希望我这个脸盆可以告诉他 生活你要需要讲究卫生 多洗洗袜子 那是什么呀 小伙子 火香蒸汽水 干啥的呀 泄火的 第一回这不是他生气了吗 然后我就跑到他们所有楼下 去等他 去哄他 当时已经吵到闹分手的地步了 我就去挽留啊 在那个楼下待了一上午 当时正好是夏天挺热的 我呢 这是一身黑 当时也 其实也真是改中暑了 然后从我老大爷 都看得心疼了 就拿给我拿来这个 我就想说我对你 其实我对你想给你很多 就我不会去表达 其实我对你这份感情 真的一点不前 只是我不会去 跟他们别人那样去做 去说 没了 好 行吧 自己感受一下吧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一个女人自述自己 爱上了一个自己 完全看不上的男人 那她到底是爱上了呢 还是没爱上 到底这个男人是 看得上还是看不上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谜题 也像一个哲学问题 其实说白了 如果没有对这个男生的 喜欢和爱 怎么可能走两年呢 只是希望自己身边那个人 可以变得更好 更优秀 仅此而已 但有的时候 你大概需要调整一下 你心里对你爱人的 那个定位 记住了 不要要求一个人做改变 那太不现实了 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 请开门 有点 打扮自己的男生 在打扮自己的选择 在想象中的爱上 再变成 好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给我啊 给姐姐和哥哥 带着妹妹走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一队的 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可能我对带哥哥了 我希望以后 把毛衣兜赶了 我不是有意义 我只是想说 想让你就是成为一个 比较优秀一点的人 可能我的言语和我的作法 可能都是太过分了 但是我这件事 是因为你 我爱 哈喽爱 家喽我们爱 就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这边说 我绝望的因为 生命只有黑夜 来 来 来 请亮灯吧 来 你哭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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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这就是上弹牌的吧 注定离不开 也注定让我有这些缺点 才能有他吧 让他有感人这些缺点 才能在一起 我觉得你不是不会聊 你是特会聊啊 你哪有不会说话 不会表达啊 行了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吧 请回 谢谢两位 男生终于在想忍了两年啊 今天终于有人把话 替我说出来了 我觉得今天来这儿 大概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收获就是 你如何接纳和宽容一个 你身边的人 没有人是完人 学会宽容吧